老师好 老师好 嗨 你好 谁就拿出来 放开44页 对是44页 我们看44页 我们先看上面那一题 这一题你已经解出来的举手 你是自己算出来还是问人的 问人的 你有解出来 44页的上面那一题 看得出来 嗯 因为你不太清楚自己在写什么 我看你们的写法就知道 你懂不懂自己在写什么 好 好 我们先看一个东西 就是 来看一下一本 这代表 3比4 我说他等于6比8 6比8 代表他们是等在什么 什么倍数 同时放大两倍 同时放大两倍 所以代表他们之间是出现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两个项目 我不晓得他研究了是什么样的项目 那如果这一个的项目我称为A 所以呢 这个的项目 当他用3比4来比 用6比8来比 我们说他比例相等 你看到他们同时怎么样呢 同时放大 我们就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相等是等在哪里呢 同时放大 所以等 这种等我们说他们是哪一种等呢 先把这个写在笔记本上 正笔的等 通常提部如果没有特别讲 他指的等都是指正笔的等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两个项目 这两个项目真正的数字 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可是我知道 这两个项目跟 这两个项目跟 这个3啊 4啊 之间 一定会有一个相同的倍数 对不对 只是这个倍数我不知道而已 对不对 那这个倍数可以怎么被算出来呢 这倍数可以怎么被算出来呢 我可以透过怎么样呢 A除以3 算出那个倍数 对不对 就像我刚刚 我是不是可以透过6除以3 来知道他们之间是两倍关系 知道在讲什么吗 我也可以透过8除以4来看到 原来这两个例子之间 他们之间是两倍关系 对不对 可是当我不知道 他的数字是多少的时候呢 他举的这个例子 那真正的数字 跟举的这个例子之间 一样会有一个倍数关系 对不对 所以那个倍数 我就可以透过他们做除法 来算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请问一下 这个会等于什么 你会写吗 A除以3会等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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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写 A除以3不是得到那个倍数吗 对不对 那那个倍数也可以透过哪一个算数碗 写出来的举手 你写在哪里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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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有人写出问 A比上B等于3比上4 我可以把这个3比上4透过放大变成6比上8 对不对 然后我也可以他们两个同时放大再继续放大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得到一个东西 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6 是3的几倍 2倍 那8不是也是4的2倍吗 所以6除以3会等于多少 8除以4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请问一下A除以3会等于谁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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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 我这个也可以这样子讲 6是3的两倍 8是4的两倍 倒过来讲不就是说 3是6的一半吗 对不对 3缩小之后变6 然后4也是8的什么 一半 所以这两个之间的倍数 跟这两个之间的倍数会怎样 对不对 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倍数 请我写一次 我们说3比4 3比4等于6比8 对不对 你刚刚不是有看到他这边乘以2吗 这边也怎么样 乘以2对不对 你这个乘以2在代表什么意思 你这个乘以2在代表什么意思呢 6除以3会等于多少 6除以3会等于什么 8除以4 因为他们都等于多少 因为他们都等于多少 他们都等于多少 都等于多少 都等于2不是吗 3乘以2等于6 4乘以2等于8 那不就是6除以3会等于2吗 可以吗 那不就是8除以4也等于2吗 对不对 所以我把它 我把它把3比4写到它的下面 把3比4写到下面 那你不就会看到 6是3的2倍 对不对 然后8是4的2倍 对不对 所以8除以4会等于6 除以3 这两个会怎么样 相等 因为因为因为3要2倍之后才会等于6 4要2倍之后才会等于8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在同时放荡对不对 所以他也可以同时缩小 均点 手放桌上 好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3除以6会不会等于4除以8呢 3除以6会不会等于4除以8 蛤 6除以3等于8除以2对不对 所以3除以6会不会等于4除以8 会不会 会啊 为什么不会呢 6是3的2倍 倒过来就是3是6的一半 对不对 8是4的2倍 我只是把它分子分母对调而已 分子分母对调而已 这个会变成多少 这个等于多少 上面是2 下面这个是多少 上面我8除以4等于2对不对 不是2倍吗 那我倒过来算不就会变成一半吗 而且我6除以3等于8除以4我把它对调之后会改变它的相等吗 会吗 不会吗 不会吗 好 所以我们说A比B等于3比4的时候 我们说A比B等于3比4的时候 代表这个真正的数字跟这个比例之间不是一个倍数吗 对不对 那到底它几倍之后 到底它几倍之后可以变成它 到底它 到底这个几倍之后可以变成它 这个几倍可以被怎么算出来 这个几倍可以被怎么算出来 可以用真正的这个数字 可以用真正的数字 这个数字我不晓得多少 可是我知道这个比例可以用3比4比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请问一下这个几倍要怎么算出来 3到底几倍之后可以得到A 要怎么算A怎么样 除以3就知道A是它的几倍 对不对 可以吗 那B是4的几倍呢 B除以多少 那因为它们是正比关系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去几倍跟那个过去几倍应该要怎样 先把这个写在笔记本上 所以上面这个会得到下面这个 当它是正比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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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A比B等于3比4的时候 你就可以立刻算出A除以3会等于B除以4 可以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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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那版了 那你如果看到 X除以8等于Y除以3 这个在讲什么呢 X是8的几倍 这个几倍刚好跟Y是3的几倍 那个几倍相等 对不对 知道你在说什么 X除以8等于8除以3 也就是说X到底是8的几倍呢 我不知道几倍 Y除以3是几倍呢 我也不知道几倍 可是这两个倍数会怎样 那倍数跟倍数相等 就代表它们两个乘正比不是吗 那乘正比请问一下 X比Y会等于多少 才会有上面这种关系呢 这里要怎么填 这里要怎么填 自己填 来 把这个题目整个写在笔记本上 X除以8等于8除以3 那么X比3Y会等于几比几 才会有说这种关系呢 倍数跟倍数相等的关系呢 因为X除以8就代表 X是8的 因为除以8就是要问看看 X是8的几倍嘛 对不对 这个是在问 这个是在问 X是8的几倍 X是8的几倍 那这一个呢 这个是在问 Y是3的几倍 结果他算出来这个几倍 跟这个算出来几倍 他说它相等 那就代表倍数一样 那倍数一样 倍数一样就是正比的想法 倍数一样 就同时放大同时缩小那种感觉 所以 X除以8如果等于Y除以3 那么 X比Y空格里面应该要填什么 才会有这种关系呢 自己填 不是 你是对的 不对 你还没写题目呢 你还没写题目呢 整个右半面那里 整个右半面那里 你的呢 OK 你的呢 对 对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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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OK 你还没写 对 你要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来 我再讲一次喔 我再讲一次喔 不管你懂不懂 再一次喔 再一次 我们说 这两个层正比关系 我们说这两个 亚轩注意听喔 我们说这两个层正比关系 我们就说它是同时放大同时缩小 对不对 同时放大同时缩小 所以这个倍数跟这个倍数会一样 那这个几倍要怎么算呢 几倍要怎么算呢 就是看看这个数字是它的几倍 我们就是做出法 所以A除以3 我就可以算出A是3的几倍 我就知道它是几倍 我B除以4 我B除以4 就可以算出B是4的几倍 亚轩先听我这里 先听我这里 我们刚刚 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九头身 不是一颗头 九颗身体吗 对不对 一颗头九颗身体对不对 如果你的头有20公分 代表你的身体有多少 你的180怎么算呢 你是不是一颗头 这个是你的身体有九个头的高度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会怎么算 你的头如果是20的话 你的身体不就是20乘以9吗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就会算出它是180 对不对 如果你的身体 如果你的头 你画出来头只有10公分呢 你的身体会有多长 90公分 那你看到什么呢 你看到什么呢 这个10跟20之间几倍呢 这里两倍的时候 如果你的头的长度两倍大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会怎样 两倍大 对不对 这个2怎么算 这个2 不就是20除以10得到2吗 180除以90也会得到2吗 对不对 你的头 你的头 你的头两倍大 你的身体就会两倍大 对不对 看你用多大的头去画出来的身体 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我们就会说 20除以10 会等于180除以90 对不对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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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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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这一个 20除以10等于180除以90的意思是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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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180 跟10 比上90 代表的通通都是9头身 对不对 你可能你的真正的头是20公分 然后全身有180公分 或者是你用画图的 你的身体画你的头画10公分 那你的身体就要画90公分 那么长 对不对 这一个跟这一个一样 我们说他一样 我们说他一样 是他们一起放大一起缩小 而那一个几倍 我可以透过他们两个相处 来算出他们之间的倍数相等 所以你看到两个相处相等的时候 你就等于在看到 这一个比例跟这一个比例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 A比B如果等于3比4 就代表你当你A除以3的时候 一定会等于B除以4 可以吗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这一个除出来的倍数 跟这个除出来的倍数一样 他就等于在告诉你 他就等于在告诉你 A比B就会等于3比4 所以他这个要告诉你 X除以8会等于Y除以3 不就代表是要告诉你 这个是他的几倍 那个几倍 跟Y是他的几倍 那个倍数是一样的吗 对不对 既然倍数一样 既然倍数一样 所以他们就是同时放大 同时缩小 对不对 所以X比Y就可以同时放大 到哪里去呢 8比3 至于他们之间 他们之间到底是几倍 Y是3的几倍 我不知道 8是 X是8的几倍 我也不知道 可是X除以8会等于Y除以3 代表他们之间可以同时放大 同时缩小 代表他们之间的倍数一样 你才会X除以8等于Y除以3 可以吗 写 你们三个 目前只有你们三个错而已 赶快写 均典 你有写出来了吗 你写好了吗 再一次喔 A比B等于4比7 所以A除以4位等于多少 自己写 马上写 这里要写什么 题目要写 题目如果没有特别讲的时候 它强调的是 他们这件事成正比关系 就是同时放大同时缩小 A除以4是在算A是B A是4的几倍 还没写好了请举手 写好了请举手 放下 对 你的有问题 你写在哪里啊 不对呢 A除以4 不会等于A乘以4 一个是做除法 A除以4 东文 A除以4 不会等于A除以4 这个像5 5除以4跟5乘以4 是不可能会一样的 5除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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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会等于5乘以4 你写A除以4 等于A乘以4 这不可能会等于 但是它不可能会对的 一个是在做除法 一个在做乘法 不可能会相等 不可能会相等 除非这个是1 它才有机会相等 这个在问什么呢 A是4的几倍 对不对 看好这里 看好这里 A是4的几倍 所以A除以4 A除以4 会等于什么呢 B除以7 写上去 军典 你有写出来吗 再来 X除以3 等于Y除以4 请你写出X比Y 会等于多少比多少 B跟香等不一样哦 B跟香等不一样哦 自要认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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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要认真写 好不好 自要认真写 你看看它的 看看它的 你自一定要认真写 好 OK 好答案是多少 3 3比4 再来 注意看哦 5A比上7B 等于4比3 请问一下 5A除以4 5A会等于什么 来 写题目 自己写 你现在要很慎重的分清楚 比跟相等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情 好 空格要填多少 3分之7B 3分之7B 对不对 这个在算什么呢 在算它到底是它的几倍 对不对 跟这一个是它的几倍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同时放大同时缩小是正比的概念 所以它除以它看看有几倍 它除以看它看到有几倍 那个倍数会相等 所以它才会比例相等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再来 可以同时放大同时缩小 所以你就要立刻想到 你就要立刻想到 A除以2 这一个几倍 一定会等于B除以5的这个倍数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看到这个你要能够想到这个 看到这个你要能够想回去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你要能够这样来来回回 看到上面想到下面看到下面写到上面 知道我在讲什么 请你 我黑板上这个是我举的例子 对不对 请你自己写一个 你自己要自己写一个比 然后一个这个 然后你要告诉自己说 我看到这个要想到这个 我看到这个要想到这个 你自己举数字 了解它讲什么 然后你自己 自己可以决定你自己的符号 A跟B你可以换符号 然后2跟5你可以换数字 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自己举个例子 跟我黑板不一样就好 A跟B你可以换符号 然后数字自己换 就是从比 从比的相等到 从比的相等到倍数的相等 从倍数的相等 从倍数的相等 再推回去比的相等 他们之间 他们之间的 转来转去 讲的事实上是 正比之间 正比之间的倍数 同时放大 同时说小 那个倍数相等 等是等在那个倍数相等 举一个跟我黑板上不一样的例子 上面看到上面你要想到下面 看到下面你要想到上面 自己举例子 举个跟我不一样的例子就好 你可以自己换符号 你可以自己换符号 然后自己要很很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写 就是笔 笔跟相等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好笔跟相等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要进阶一下 我们还要再进阶一下 以我黑板上的例子来讲 我看到它 我看到它 我就可以变成下面的这个东西 对不对 好 那你再注意看 我再把它做一下变化 注意看 你看嘛 你看嘛 20除以5等于多少 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20除以5会等于多少 可以算得出来不是吗 是 等于4对不对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有 当你这个地方不要除的时候 那不就是20这么大 对不对 可是你这边不要除 就变成20等于4 这样对吗 那怎么样才会变对 才可以让等号仍然相等 你这边不要除 不要除的话 不要除 不要除以5 那就不就是还原回来的20吗 对不对 可是我还是希望它相等啊 那怎么办呢 另外一边要怎么办 要乘以5 要乘以5 所以你这边不要除 所以你这边就怎样 不要除以5 对不对 不要除以5 不要除以5 就变回原来的20了嘛 对不对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不要除以5 因为本来它要20除以5 对不对 20除以5应该要等于4嘛 就变小了 有看到吗 可是呢 如果现在不要除 那不就还原回来原来的20吗 可是我又希望相等 所以你要怎么办 才可以相等呢 因为20不会等于4嘛 对不对 那怎么做才可以 不要除以5 就要变成怎样 在这里要怎样 要乘以5 才可以保持怎样 相等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你要透过 你不要除以5 你要透过 不要除以5 你要透过乘以5 来达成还原的动作 因为你除以5之后就变4了嘛 对不对 你要还原回来20 你就要把5把它乘回来 你刚刚除以5 所以你要乘以5 你才可以还原 把这个写在笔记本上 所以不要除 不要除 你要还原 你要透过乘以5来还原 对不对 对不对 凡费 5号 5号 6号 3号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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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 慢慢來把它弄動 所以我現在要對它做一些處理 你猜猜看我想要對它做什麼處理 為什麼會先教你這個 再來談這個 我想要對它做一些改變 你覺得我想要對它做什麼改變呢 你讀讀看這個會怎麼讀啊 這個會怎麼讀 2分之A對不對 也就是A除以2對不對 可以嗎 A除以2 如果這裡不要除 我是不是就必須要還原 那我要怎麼做呢 我除以2不要除 我就要透過 如果還原要用什麼動作才可以 乘 可是問題是你這邊沒有除 這邊可以不改變嗎 這邊可以不改變嗎 不能不變嘛對不對 因為本來你除以2之後才跟我相等的 對不對 你除以2之後才跟我相等喔 所以如果你這邊不要除以2的時候 這邊要怎麼做 才可以跟A相等 這邊要怎麼做 才可以跟A相等 啊 85 等一下喔 這邊不要除以5 這邊不要除以5 所以我要透過我要還原的話 是不是要透過乘以5才可以還原對不對 可以嗎 那你那個乘以5是乘在哪裡啊 這邊不要除了嘛對不對 所以那個乘以5是不是乘在4這裡 對不對 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所以請問一下 你這個2不要乘的時候 把不要除的時候那個2要乘在哪裡 要乘在哪裡 蛤 乘在5那裡 這是一個數字 這是一個數字 這一個數字是多少我不知道 A除以2如果等於7 請問一下A會等於多少 A除以2會等於7 那麼A會等於多少 這邊是不是就不要除以2 所以你是不是要把它怎樣 對不對 可以嗎 這個懂嗎 先把這個寫在筆記本上 A除以2如果等於7 那你不要除就要變成2 所以A就會等於14 好 好 那A除以2等于B除以 刚刚是除以多少 7 我刚刚举的例子是5是不是 好 A除以2等于B除以5 这是一个数字 这是一个数字 你要包装起来 这是一个数字 就像刚刚那个7一样 所以当我这边不要除的时候 当我这边不要除的时候 是这整个数字要把它乘以2 写在笔记本上 你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数字 看看就好像刚刚的7一样 你这一个2不要除的时候 你这个2不要除的时候 就变成这整个要乘以2 就是这个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多少不知道 B不晓得 B除以5我也不晓得 所以是这个数字乘以2 你还没写 你写的 这个呢 好 接下来看那版 这边这边这边不是B除以5吗 也就是说注意看那版这边 代表这边的运算就叫做 B除以5之后再乘以2 对不对 注意看 B除以5之后再乘以2对不对 目前目前我是不是已经得到A等于5分之B乘以2 先把这个写上去 上面这个动作我已经得到这个先写上来 上面这个我已经得到下面这个 请问一下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 猜猜看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动作 猜猜看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动作 猜不出来吗 猜不出来吗 猜猜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动作 不是 这边在做什么印象 B除以5之后再乘以2对不对 我一样想要把除法弄掉 我不要除 不要除就要乘以5对不对 5要乘到哪一边去 5要乘到哪里去 5要乘到A这边吧 这里不要乘就要换边 这边不要除要换边乘才对不是吗 这里不要除你要换等号另外一边乘嘛 对不对 这里不要除你要换等号另外一边乘嘛 所以要变成这边怎样 先把这个写上去 你最好是要有两个颜色 你有用两个颜色的举手 这些人才是真正好好的做笔记的 做下 把手放下 你没有用两个颜色 你会看不清楚 请问下 接下来我会写出什么 注意看来来同学 所以A乘以5不就是5A吗 那这边已经没有它了 只剩下什么 B乘以2 B乘以2不就是2B吗 知道我在写什么吗 写上去 看好这里 看好这里 2分之A等于5分之B对不对 看好这里看好这里全部注意看好这里 这个代表A乘以2等于B乘以5对不对 注意听 注意听 林亚生 A乘以2等于B乘以5对不对 现在在做除法 我们不喜欢除法 所以我想要把除法变成法 这里不要乘 这里不要乘 这边就要怎样 这里呢 不要除 这边就要怎样 所以最后会变什么 5A 5A等于 等一下 注意看哦 所以A比B 注意看好这里 注意看好这里 A比B等于2比5 就代表 注意听哦 全部人注意听我这里哦 A比B等于2比5对不对 代表 A是2的几倍 跟B是5的几倍 那个倍数会怎样 相等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要能够写回来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然后看到这个呢 又可以写成什么样子 看到这个又可以写成什么样子 注意看 这里不要 这里不要除 过来这边就要乘 对不对 这里不要除 过来这边就要乘 对不对 所以会得到什么东西 5什么 5A等于多少 5A等于 2B 对不对 5A等于2B 透过这个A除以2等于B除以5 我透过这个可以得到这个 对不对 有看到吗 这个可以变它吗 对不对 那你看到这个 你看到这个 你看到这个 变得回去吗 5A等于3A等于4B 3A等于4B 3A等于4B 所以 所以A除以多少 会等于B除以多少 空格里面要填什么 马上填 写到笔记本上 黑板的这个例子 3A如果等于4B 那么A除以多少 会等于B除以多少 写好了 写好了请举手 好 其他写好了就举手 你只要写完了就举手 好 好 空格填多少 A的下面写多少 A的下面要写4 B的下面要写多少 写对的请举手 好 放下 你刚刚 你刚刚 你写错的人 是不是你下面写3跟4 好 如果你下面是3跟4 你下面如果是3跟4 会写出什么你知道吗 你下面如果是3跟4 你不要除 这边的3 会乘到这里来 对不对 你这边不要除 这个4会乘到这里来 跟题目有一样吗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来不是 X比Y等于5比4 所以X除以5会等于多少 回答我 用回答的就好 X除以5会等于多少 Y除以4 所以 谁会等于多少 4X会等于4X会等于5Y 对不对 4X就会等于5Y 来我考考你哦 8A如果等于9B 请问一下 A A除以多少 会等于B除以多少 下面空格要填多少 下面空格要填多少 9跟8 8 那也就是A比B会等于多少 8 A比B会等于多少 才会有这个倍数 等于这个倍数 9 所以这个要填9 比8 你会看到这个写法跟这个写法会刚好怎样 这个写法跟这个写法是一样的 对不对 可是写成这样的时候 写成这样的时候 为什么会不太一样呢 因为你这边不要除 变成在这边沉 对不对 所以就会变成 沉在这里的会变成跑到另外一边去 对不对 因为这边是在做除法 这边是在做沉法 对不对 不要除的会沉到这边来 不要沉的会换到另外一边去 对不对 所以就会有点对调的感觉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下课休息 下课休息